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节目主持人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明居正 我们在过去几集当中为大家谈了文化大革命 那么今天我们来接触看看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其他部分 在上回我们谈到了毛泽东的责任 谈到了其他部分的责任 我想大家会问到说 那么除了毛泽东之外 很多人也有责任 比如说林彪四人帮 那么再比如说红卫兵 当然都是 所以很多人谈论文化大革命呢 就是说林彪四人帮呢 这个人太坏了 太可恶了 他们当然有他们的责任 不过我想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党中央说的那么坏呢 他们责任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 那我想我们值得呢 来详细探讨一下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先谈谈林彪集团的责任 然后谈谈四人帮集团的责任 然后我们再来谈谈红卫兵的责任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看林彪集团 在过去呢 在中共这个党史也好 或是这个比较官方正式的说法也好 都把林彪跟四人帮集团呢摆在一起 而且1980年代 所谓十二纳审的时候 也把两个集团呢 摆在一起去审判 但实际上我们非常清楚 这两个集团呢 是应该分开的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时候呢 也应该分开来谈谈 我们先来看看林彪集团的责任 按照中共比较官方的说法 那么林彪集团呢 有三个大的责任 和三个大的罪状 第一呢 是迫害老干部 第二 林彪集团 林彪个人 有政治野心 想要争国家主席 记得天才论啦 然后这个陈伯达也跟他们搅在一起啦 然后想要去争国家主席 所以有政治野心 第三个最大的责任呢 或最大的罪状呢 就是所谓的发动政变 或是策动政变 那我们就来分别来看一看 这三大罪状 第一呢 就是迫害干部的问题 我想无可会言的 林彪或林彪集团呢 到达那个位置之后 他们很有兴趣呢 要再更上一层楼 所以就一步步走呢 在路上碰到的 他们认为 有可能对他形成夺权路上障碍的呢 都一个个清除掉 那么从这个早些的 像罗瑞卿这些人啦 或到后来 比如说这些老干部啦 尤其是这军事背景的干部啦 老帅啦 将校啦 等等 那么甚至呢 我后来看了一个材料 包括胡耀邦跟共青团集团呢 好像整个呢 都是所谓林副主席的一个命令呢 就打掉了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想有一些争议 但是林彪集团里面 他们有下手去整到干部 我想这个是无缘会言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想最择难逃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看就是 所谓有政治野心的问题 就曾国家主席这个事情 那么曾国家主席呢 他们被批评的最厉害就是说 你看他有政治野心 可是回头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不要说是林彪 任何一个人他爬到这个位置 爬到二号的位置 眼看刘少奇邓小平垮了 刘少奇呢 几乎是当时毛泽东 在文革前后呢 选定的接班人 那大家都知道将来就是他了 所以在6162年的时候呢 接任了国家主席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这个刘少奇在文革当中 从这个排名第二 一下排到第八 然后一下整个打下去 整个垮掉了 那你说现在排名第二的林彪 他产生了政治野心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而且更奇怪的事情吧 在中共党章里面 在这段时间呢还居然把林彪呢 公开明文写出来说 他是将来的接班人 这个做法严格说也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不管是党章也好 或是国家的宪法也好 他都是党或国家的根本大法 这种根本大法呢 基本谈的是制度性的问题 谈的是说这个位置跟那个位置的问题 不会涉及具体的个人 而在中共这个时候出来的党章呢 非常奇特的 居然是明文列出来白纸黑字 把林彪想上说 他是这个二号人物 然后他将来是接班人 这个做法本身呢有问题 而且如果换了我是林彪的话 我看到毛泽东前面 对他的这些接班人的做法 他这样一做的话 我反而会起个疑心 我说他会不会说将来要整我 那现在故意来这么一受 待会就说不可能吗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我们先回到来 争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来看 为什么不能争 因为现在我看到的各种官方的说法 包括我前几次所引用的 胡诚先生那本书 他给的说法说 毛泽东不同意 然后毛泽东生气了 毛泽东批评说 我说不要涉国家主席 你为什么还涉国家主席 这话说起来呢 严格说不是林彪的责任 是毛泽东的责任 毛泽东有心病 因为他在国家主席的位上面 他栽了跟头 大家记得吗 他担任国家主席的时候 弄了出了一连串的纰漏 最大的纰漏呢 就是58年跟60年的大跃进 然后导致了596061的三年 所谓灾自然灾害 实际上是三年的政策大错误 导致几千万人饿死 毛泽东因此被迫退去第二线 把国家主席位置让出来 就这样让出来之后 所以他产生了心病 我不能干 你们大家都不能干 所以毛泽东说不同意设 那就不能设 那就不能再提 这个说法我想站不住下 而且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 一个国家 一个党也好 他必须是制度化的 要制度化 他就要设个领导人 你不可以说国家在莫名其妙 把刘少奇这个国家主席 以非法形式打下去之后呢 因为这个党的领导人有心病 他就不愿意再设个国家主席 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所以合理的做法 一个制度化的做法就是 即便前面人被整掉之后 应该再设国家主席 那么这个国家主席设出来之后 就应该要有一个上上下下的办法 所以林彪提这东西呢 严格说起来没有什么不对 那么为什么他被批评说 有政治野心呢 共产党最喜欢这样讲人家 你有政治野心 你搞政治 其实真正最喜欢搞政治的 是共产党自己 所以共产党的很多作为就是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我有政治野心可以 你不可以有政治野心 然后党的领导有政治野心可以 别人都不可以有政治野心 别人有呢 都是不对的 所以这种说法呢 无论如何呢 不能算错 那么再来再看看 这个天才论这个问题 好像说在这个人大会议上面 或在这个九届 这个大会上面 党的九大上面 提到了这个天才论的问题 说这个毛泽东不同意 把他称为天才 那么林彪呢 还很固执说 毛主席是天才 然后在那边吹捧等等 然后据说呢 这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 我实在看不出来 政治错误在什么地方 严格说起来他有错 错在哪里呢 错在肉麻 可是大家回头想想看 在那段时间 在文化大革命 从66到69 甚至更往后的时间 这种肉麻事情 难道少了吗 而且在中国共产党 那种制度下面 它本来就是一个 一元化的一个制度 所有的权力呢 集中到党委 党委最后集中到党的书记 最后集中到党的领导 而且毛泽东又搞了 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 在那个地方 林彪多讲两句 难道真的错了吗 没有 只是肉麻而已 所以讲到这里呢 其实问题出在哪里呢 其实问题出在 中共的党里面 和国家的接班制度不良 那么什么叫做 良好的接班制度呢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呢 它必须是一个良好的竞争 也就是接班人 或说国家或政党的最高领导人 他的这个位置呢 竞争的过程呢 有一个公开的 有一个公平的 有一个制度化的竞争方式 假以这两个人来 是这样争 丙丁这两个人来 也是这样争 物击这两个人来 也是这样争 这个叫做良好的制度 那是接班的问题 第二呢 接班没接到人呢 或者已经接到他该下来的呢 可上可下 不能说 我没接到 回去我不但身败名裂 然后我这个 千万人头落地 我的子女 什么亲戚呢 九族呢 全部被杀了 那这种呢 就不是良好的接班制度 所以讲来讲去呢 各位现在大概 听明白我的意思了 有政治野心 不算错 世界各国都有 问题是如何处理 你的他的跟他的 跟所有人的政治野心 如何让大家政治野心 能够在一个 比较良好的情况下 大家公开公平的竞争 然后就得到这个位置 输掉的人 他下次有机会 然后他也不至于说 身败名裂 或千万人头落地 那这样子 才是一个良好的制度 所以在中共这种 不良的党文化影响之下呢 所有这些问题呢 都变成了罪状 我倒无意帮林彪喊冤 我只是说 拿这些事情来打林彪 打任何人呢 都不是公平的 我们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先谈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来谈谈 他这个策划政变的问题 和其他几个集团 都这个问题 我们先稍微休息 好 各位朋友 欢迎回到中原大地 世纪回谋的现场 我是明居正 我们今天为各位谈的呢 是文化大革命第三集 我们前面谈到的呢 是林彪集团的责任 那么底下呢 等会儿我们来谈谈这个 四人帮集团 跟红卫兵的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们回到林彪集团的 第三个所谓的罪状 也就是策动政变的问题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应该是有政变了 当然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个西方 跟世界各国的学界 对林彪是不是有发动政变 然后林彪下落如何呢 还有很多的政变 那我们就知道 现在中共一般官方的说法 说林彪有发动政变 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林彪有发动政变的话 我们想问的问题是 林彪究竟是主动的去发动政变呢 还是被动的发动政变 提出这问题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惊讶 那什么叫做被动的发动政变 因为中共官方过去一贯的宣传呢 这么几十年宣传 都说林彪他们呢 是主动发动政变 你严格说起来呢 其实不是完全合理 我们刚刚讲了 林彪已经摆在第二号的位置上面 党章上也已经明明白讲了 白纸黑字讲说 林彪呢 是党的副主席 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按照一般常理呢 这个二号人物呢 是不需要发动政变的 因为他只要静静的等待时间过去 这个大位呢 就是他的 那么林彪呢 其实你从官方很多说法呢 你看他会发动政变的理由呢 是比较牵强的 那么一个说法就是说 他在九大上面提出了 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涉国家主席的问题 然后再一个是称天才论的问题 再一个呢 是陈伯达事件 那么通常这个 这个党史的说法是说 自从这件事情被毛泽东批评之后呢 林彪就觉得很不安了 那么尤其是陈伯达事件爆发之后呢 林彪就更不安了 然后毛泽东这时候呢 警局倒有点问题 所以就坐火车专列出去呢 到南巡 等到一南巡开始呢